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6月30号星期三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情 这两天呢,在菲律宾吧 有一个这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事情呢,非常的火啊 甚至呢,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传到菲律宾国外了啊 在很多这个菲律宾国外的网站上啊 也发酵的很厉害 什么事呢 就是在菲律宾吧 一个金融人员呢 在这个金融站啊 应该是在这个马尼拉的马卡地市的一个金融站啊 在金融疫苗的时候呢 整个接种的过程啊 是没有问题的 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消毒,擦枝,拔针头,踢脚布啊 都没有问题 唯独一点啊 出了点事 什么呢 就是这个医疗人员忘了把这个疫苗啊 打入到这个接受 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人的体内了 等于呢 这个接种的人员呢 打了个寂寞 打了个寂寞 而且这个你怎么说呢 这个对吧 这个绝对是一个医疗事物啊 我觉得医疗事物 因为这个后果还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说他这个接种了 都没有起效果 你说这个责任怪谁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 在菲律宾国内吧 很多人呢 都在批评这个医疗人员的不负责 那么在海外呢 就是大家呢 在嘲笑啊 菲律宾的医护人员这个医护水平啊 太差啊 太差啊 但是吧 我觉得呢 公平来说啊 这件事情呢 有情可原 有情可原啊 当然了 责任归责任 但是 他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有情可原的 为什么呢 你想这个菲律宾吧 连续打疫苗呢 已经超过快两个月了 已经有1000万人完成了第一针的接种 那么260万人呢 完成了第二针的接种 而且大部分的接种人群呢 都是在这个马尼拉大都会啊 马尼拉大都会 那你就可想而知啊 马尼拉这些 这些这个接种站的 这个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 有多大 而且是连续性的这种工作啊 所以呢 他是人 他不是机器啊 所以这么连续的去这样 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他这个失误率呢 一定会逐渐升高的啊 而且之前呢 其实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 打得太快了 或者说太着急了 对吧 那个针头被重复利用了啊 被重就没换针头 直接打了 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出现啊 所以我觉得吧 就是这个事情 你不能光责怪 这个医护人员服务负责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马尼拉吧 就是马尼拉或者飞滨的这些 卫生部的这些高级人员 也应该考虑到 这个大家工作的强度的问题啊 应该是增加更多的这个人手啊 去 合理的去协调 这个接种的这个人员和这个 护士 医护人员的比例啊 对吧 然后减少这样人为产生的这种的事故率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就是合理的解决的办法 而不是一味的去批评啊 这个医护人员 甚至让他可能 个人负责啊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有点差啊 这个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可能对这个人就有点不太公平 对着医护人员就有点不太公平啊 不过说到这儿呢 我倒想说就是说三个啊 说三个这个 我我印象里啊 这是打针的事情啊 呃 第一个呢 是在菲律宾打针啊 在菲律宾打针 那当时呢 那个我们有一朋友 呃 在这边吧 中毒过敏 中毒过敏 可能就属于 再严重一点吧 可能就直接弯过去了啊 这些就就没了 所以呢 赶紧送医院啊 抢救啊 打这个 就是 就这个 去过敏的针 然后呢 结果呢 打了半针以后呢 我们这 我这朋友直接就晕过去了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针的速度推的太快 然后好像是 呃 心率吧 一下就上来了啊 然后 真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 倒是真的是这个 护士的水平太差了啊 然后呢 那个急救医生过来 看了看 扒了扒眼皮 我看 据说的一个通通孔都快放 那大夫说 你别打了啊 先暂时先别打了 这通孔都快散 散开了 然后呢 可能又等了两个小时以后 啊 这人缓过来了 然后呢 护士把剩下半股针打进去 结果一打又晕过去了 为什么 他推出太快了 就是 就到那 抗一下 疫苗中 啊 你这 全进去了啊 然后 这个 真的是领教了 领教了 呃 第二个事情呢 其实是我在国内打针的事情啊 就是当时我可能是这个 被车撞了 被车撞了 然后那个 流了好多血 然后呢 送到医院 要打破伤帮针嘛 然后呢 那个 我去打破伤针 针的时候 到那个 医护士打针的时候 然后呢 一个特别年轻的护士啊 然后呢 他说他实习的 今天就是他 他今天 给我打这个针 是他人生中第一次 给真正的患者打针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 就就就去跳出去 找他们老护士来给我打 然后来老护士 那老护士可能跟别人聊天 真不耐烦呢 但是呢 也不好意思拒绝我 就来给我打 然后呢 那个 碰上分针嘛 打那个臀部啊 然后呢 他拿那个针 就扎到我臀部里面 特别的疼 就比我任何一次打针 感受都特别的疼 就那个疼吧 让你非常的那个 白拽挠心 钻心那种疼 但是呢 疼痛持续了足足的两分钟 为什么 针扎在我的屁股上 他不管了 就在那看着我 然后呢 看着我 然后呢 就乐呵呵 他不理我 他没事 他就得扎一会儿 扎一会儿 然后呢 两分钟以后 他把这个针给我推进去 当然呢 我知道这个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打扰了 他的聊天 所以呢 然后我就是 吃疼两分 就让我 报复我一下 让我多疼两分钟 这个 这个 我印象也关于打针的 印象最深的第二件事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在菲律宾 可能在国内也是 我觉得 什么人 就是什么样的护士 打针最牛 就是宠物大夫 宠物医生 真的 这个我在菲律宾 就是 不是有狗吗 以前我在狗看病的时候 我真的是在那个宠物医院 看见那个鸡娃娃那么小的狗 然后打雕瓶 然后那个 那个这个 菲律宾这边当地的那个护士 给那个狗找血管 一下就能找得着 像那么小的狗 那个血管也多小 多细 对吧 但是 但是这边的这个宠物的这些护士 一下就能找到这个狗的这个血管 我真的是太牛了 所以我就说 如果在菲律宾这边 如果你真的是说 要去打针的话 我宁可相信这帮菲律宾的宠物护士 有的时候我都不太相信 就看到我们打 过敏针的那件事情以后 我都不太相信 那个西里曼大学的那个护士 打的那个水平 当然我觉得那个 那个公平来说 可能也就是个例 直播给我印象比较深 因为包括这边得灯的热 咽血什么的 那这边大夫啊 就是那个护士抽血什么的 其实也都还行 也都还行啊 那个 那个过敏的事只是一个个例 但是我就是印象比较深刻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菲律宾的事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天